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颇奖 独家出品 第485集 6000万公里和1万公里 直径比例达到6000倍 就仿佛华夏国领土和一个小村庄领土的比例 华夏国领土的投影和一个小村庄投影 威力自然天差地别 金角聚受咆哮 选择最艰难道路当然也会有恩赐 至少无比庞大体内世界 令它拥有着逆天的世界投影 丝毫不畏惧不朽神灵 没用的 法则领域只是一个附属 不朽神灵彼此厮杀 是不屑使用法则领域的 火焰不朽神灵也发出咆哮 瞬间化嘴到火焰流光 杀向金角巨兽 金角巨兽却是仰头咆哮着 额头五根尖角上的金色蜜纹亮了起来 金角巨兽的头颅颅部 背部四体 灵甲翅膀上的金色蜜纹 全部亮起 不单单如此 连右提爪也迅速发生蜕变 开始变得粗壮 灵甲发生变化 灵甲颜色也开始朝黄金色迅速转变 天赋秘法强化 雪落之力驱动 天赋秘法令金角巨兽全身各方面振幅两倍 身体力量世界之力等等 境界如此 雪落之力驱动下 全身力量凝聚成一股 右提爪能爆发出十一倍力道 本尊天地振幅五倍 天赋秘法振幅两倍 雪落之力振幅十一倍 无名秘点令身体素质增幅三倍 金角巨兽那可怕的右提爪爆发下 堪称普通金角巨兽 借主六阶不爆发天赋秘法时的三百三十倍 普通金角巨兽借主六阶 也丝毫不亚于人类借主巅峰强者 三百三十倍的振幅 而金角巨兽的世界之力方面 凭借念力振幅三千二百多 是常人的三十二倍多点 天赋秘法全面振幅两倍 导致世界之力六十四倍 不过两相比较 金角巨兽更强的显然是身体 世界投影能抵抗法则领域 所以有了公平对战资格 金角巨兽更加疯狂咆哮 同时直接迎上了那杀了的强大不朽神灵 直接挥动了黄金色强大右提爪 同时透过那兽神头颅咆哮图 能够清晰感应金之法则 空间法则等 并且沿着在兽神峡谷苦修一百八十多年 所凝聚出的那一道兽神匿景 施展出最强一招 撕天一招 轰隆隆 宇宙空间撕裂出巨大裂缝 层层叠叠的空间因此碎裂 形成空间乱流 就算是金角巨兽 也只是一颗戒竹 竟然敢阻挡我 去死吧 火焰不朽神灵 手中出现一柄巨大战刀 战刀上燃烧着熊熊火焰 伴随着那四翼的一展 宇宙空间同样被斩裂开 碎裂不少夹层中的空间 这一招蕴含完整的火焰法则 以及部分空间法则 威力极强 以不朽之力推动这一招 无比可怕 轰隆隆 那黄金色右提爪和那巨大火焰战刀 直接撞击 不过在右提爪面前 火焰战刀却仿佛牙签般小 正常戒逐巅峰强者 330倍纯粹身体力量 世界之力用途虽然远不近的右提爪 却融入其中 威力也能提升几分之一 在凭借兽神头颅咆哮图的 十倍法则阵斧 施展出蕴含兽神意境的可怕一招 金角巨兽最强绝招 而那火焰不朽神灵 虽然是很普通的不朽神灵 可终究是不朽 和戒竹是有着翻天覆地区别 戒竹巅峰的金角巨兽 也只有极少数极优秀的 才能媲美普通不朽神灵而已 大多只能是选择逃命 轰的一下 庞大的金角巨兽和火焰不朽神灵 同时被震动的朝两旁飞去 强大的力量撞击 令宇宙空间再度碎裂 那可怕冲击力直接透过碎裂的空间裂缝 泄入空间夹层中 全身力量是正常戒竹巅峰的330倍啊 而且还是有瘦身屠颅咆哮屠阵附下 法则施展方面能提高10倍 还有那一道年龄的真神异景 竟然 竟然还不能击败一个普通不朽神灵 罗锋被戒主和不朽的差距而震撼 我 我不朽神灵 竟然没能击败一个戒主及金角巨兽 火焰不朽神灵也震惊 随即 金角巨兽咆哮再度冲击 火焰不朽神灵也发狂了 疯狂刺杀 金角巨兽身上的灵甲碎裂 黄金色血液乱飞 右梯爪会晤下 那不朽神灵身上的黑甲也碎裂 护甲碎片乱飞 身上那一层火红色体毛都被抓得撕裂 肌肉都被撕裂开 那黄金色血液也肆意飞洒 轰隆一下 金角巨兽被震得撞击在那无尽充足尸体中 火焰不朽神灵也被震得撞击星空中 那无尽充足尸体内 厮杀的难解难分 一个是拥有直径6000万公里的体内世界 而且修炼过无名秘点 且融合过100颗血液晶的特殊的金角巨兽 一个是普通的火焰不朽神灵 医者 完全领悟火焰法则和极少部分的空间法则 医者 领悟大半金质法则和部分空间法则 且有瘦身意境 以及瘦身头颅袍咆哮图的十倍法则发挥方面的振幅 轰轰 一头金角巨兽和一火焰不朽神灵 转站在那无尽充足尸体中 几乎一秒钟便交手数百次上千次 快如闪电 金角巨兽的碎裂鳞片 火焰不朽神灵的碎裂皮肤肌肉 黄金色血液 肆意乱洒 已经战斗持续了五十秒 可斯尔说过 必须在八十秒内杀死罗锋 可是那人类 被这金角巨兽收入体内世界保护起来 不杀死金角巨兽 根本无法杀死罗锋 时间来不及了 火焰不朽神灵 怒火汹汹 火焰不朽神灵 作为被灵魂控制的奴隶 是绝对会不惜切代价 按照主人命令去战斗 嗖的一下 火焰不朽神灵再度杀向金角巨兽 金角巨兽也咆哮着 挥去那可怕的黄金色又提着 就当二者碰出了瞬间 火焰不朽神灵面色猙獰 红色鬃毛震颤 嘶吼震 双眸满是疯狂 金角巨兽 给我去死吧 给我抱抱抱 轰的一下 周围宇宙空间崩塌 火焰不朽神灵 瞬间化为一个无比可怕超级大火球 就仿飞颗恒星超新星爆发一般 神灵自爆 最后一招 完成任务 不惜一切 自爆 这肯定是被灵魂控制的不朽神灵 罗峰打惊 金角巨兽发出痛苦低吼 在一名不朽神灵超近距离突然自爆袭击下是根本来不及闪躲的 想要修炼到不朽非常艰难 一名不朽神灵真正欲含的能量是丝毫不亚于一颗恒星的 这一自爆 亿万年积累的不朽神力全都瞬间爆发 都自爆了 哪还会留下不朽神力啊 加上这又是火焰不朽神灵 轰了一下 比法则火焰要吃热百倍千倍 连宇宙空间碎片都瞬间融化成粒子流 那好似将超新星爆发过程凝聚在一瞬间 产生的威力简直到了不可思议地步 而距离最近的金角巨兽 当然是最先遭到这股可怕爆炸侵袭 黄金色右爪是金角巨兽全身最坚硬的地方 若说金角巨兽力量整体踢高约三百三十倍 那么身体其他地方提升其实只有三十倍 而黄金色右爪则是一只普通踢爪的数千倍 乃至于过万倍 所以平均下来才是整体提升三百三十倍 提升这么多的黄金右踢爪 比很多不朽神灵的兵器还要坚韧 在这可怕爆炸形成的粒子流面前 连宇宙空间都融化 可那黄金色右爪却硬是硬是扛住了 金角巨兽痛苦嘶吼 离黄金色右爪最近的脖梗为止 腹部为止都遭受冲击 只见脖梗腹部的黑色鳞甲瞬间变得火红 紧跟着就变成了肥灰 里面那强劲有力的相互盘杂的一条条肌肉 能够撕裂宇宙空间的力量就是透过这些肌肉迸发 然而在这火焰不朽神灵自爆的炽热粒子流面前 这些一条条肌肉几乎瞬间就燃烧成了肥灰 体内脏腹器官瞬间成了肥灰 黄金色骨头显然比领甲肌肉都强多了 正在缓缓变色 原本黄金色色泽正在逐渐暗淡 自爆产生的粒子流冲击朝四面八方波及 金角巨兽只是四面八方的其中一个方向 其他方向则是大量戒主巅峰重足碎裂尸体 这些尸体毕竟是戒主巅峰重足 各个鳞甲都无比坚硬 就算用异九机雷射枪轰击 很艰难才能轰穿一片尸体甲壳 这主要是因为重足尸体都是死物 并无能量融入甲壳 真正的戒主重足战士防御更强 尸体则弱了不少 却依旧不可小觑 所以本来爆炸足以复散上千万公里范围 奈何周围都是无穷无尽的戒主巅峰重足尸体 那无比赤热的粒子流 轰击在那些戒主巅峰重足尸体上时 那些重足尸体瞬间融化成灰烬 粒子流不断朝四周冲击 大量重足尸体被燃烧成灰烬 有的则是成为碎片四处乱飞 自爆波及上万公里范围 百公里内的戒主巅峰重足尸体 几乎全部成为回击 而百公里到上万公里之间的大量重足尸体 有的更加碎 而更多的只是被冲击的朝远处飘荡 却没有多大损耗 毕竟经过一层层戒主巅峰级重足尸体抵挡 就算不朽神灵自宝 又能穿透多少层抵挡 然而 身体强度一百公里多点的近角巨兽 却正遭受最可怕波及 自爆最强盛的事件仅仅是0.01秒 而后那爆炸波及 立刻就开始迅速衰弱了 连那崩溃的宇宙空间也自动修复了 只见 在那衰弱燃烧火焰下 金角巨兽正在颤微微的悬浮于半空 这时候金角巨兽 就好似谁头骷髅金角巨兽 全身紧紧右踢爪 尾巴尖和领甲翅膀边缘 还覆盖着层领甲 而躯体主要部分 只剩下那暗淡的骨头 连那头颅都只剩下头骨和五根尖角 太可怕了 这威力竟然强到让金角巨兽分身都扛不住 都成了骷髅金角巨兽了 罗峰按道 而同时 搜 骷髅金角巨兽依旧朝远处远处迅速飞去 同时 在距离金角巨兽分身大概八万多公里的位置 正有着一些碎裂的魔云藤藤腕碎片 可是 在碎裂的藤腕碎片中 有着几条藤腕 正缠绕着周围数公里内 整整一个重足尸体单位 在这些藤腕的核心 则是一片重足灵甲 刷了一下 灵甲瞬间就切换成了罗峰 地球人本尊 搜 罗峰也迅速朝远处骷髅金角巨兽飞去 当二者距离较近时 金角巨兽凭空消失 直接进入体内世界了 是的 罗峰真正的命根子 元和 根本就不在金角巨兽体内 之前罗峰在发现暗杀者六号可思尔的时候 心中想要好好透过这一战来检验自己 可是又很清楚 能潜伏到乌龙兴于种地暗杀自己的手段 肯定不一般 防止玩火 却把小命玩掉 所以罗峰在心中做出作战计划时候 考虑的第一点就是 一旦没斗得过对手 怎么办 为考虑胜利 先考虑失败 所以 罗峰在施展摩云藤猛的浮散看来 让那216条摩云藤主藤腕 浮散足足上万公里 其实 那时候 罗峰就已经将摩杀族分身 变成了一片腕叶 连在其中一根主藤腕上 并且将元和 也放在摩杀族分身体内 而且 当时主藤腕变得上万公里长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将摩杀族分身腕叶 直接离战斗的 送到上万公里外 那一片腕叶直接躲在了 借助虫族尸体群的内部呢 在进入那尸体群的瞬间 摩杀族分身万叶 就变成了虫族的灵甲 混在那尸体群中 根本丝毫不起眼 而后 当那火焰不朽神灵出现时 瞬间就令大量摩云藤 碎裂爆炸 碎片乱飞 此时的火焰不朽神灵 哪会在一道上万公里外 虫族尸体群中的 其中一片灵甲碎片 毕竟在周围 虫族尸体无穷无尽 根本没法怀疑 随后 世界投影浮散开 足足浮散上万公里远 同时 金角巨兽现身 同时罗锋地球人本尊 就瞬间进入体内世界 金角巨兽 对战火焰不朽神灵 充分让罗锋实现了 检验战斗力的目的 如果成功了 当然是喜事 如果失败了 那么 金角巨兽会直接自爆 仅仅损失一个分身罢了 大不了 再多消耗点世界之力 在体内世界 再孕育出这么一尊 金角巨兽分身 至于右踢爪中的 雪落之力 如果事后弄到 右踢爪残骸 自然是好事 可以被炼化融入到 新的金角巨兽身体中 如果对方将 右踢爪残骸弄走 大不了再消耗 一百颗雪落精 融合进入 金角巨兽分身 不管成功或者失败 我都是礼于不败之地 而且真的见识不妙 遇到无比强大敌人 当金角巨兽战死时 我还可以将 地球人本尊扔出去 同时随便将 一空间戒指中的 一些物品乱扔出去 当作体内世界崩溃情况 拿地球人本尊 让敌人击杀 让敌人以为真的杀了我 罗峰暗道 真是最糟糕情况 能避得金角巨兽 自爆的无法杀死对手 罗峰才会选择这一手 而且不管如何 磨砂族分身 变成的虫族甲壳 肯定会一直躲在 无尽的虫族尸海中 任何突发情况 罗峰都制定了应对方案 总之凭借磨砂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 地球人本尊 无比庞大世界投影 可以制定很多对应方案 靠 火焰不朽神灵自爆的威力真强 罗峰环顾周围 周围一片空旷 远处也能看到一些 烧焦的虫族尸体残骸 之前的法则火焰燃烧 自爆等等 最起码毁掉了将近 一千个虫族尸体单位 主要是这些虫族尸体 太集中了 而且都已经没有 生前能量了 损失这么大 近一千个虫族尸体单位 可都是借助巅峰虫族 吴龙星一发现 损失近千万会员单位 恐怕得跳脚 罗峰目光一扫 嗯 罗峰心中一个念头闪过 立即身体一闪 直接飞到数百公里外 同时 直接体内世界浮散开 直接一口气席卷了 三百借助重租尸体单位 藏进体内世界中 哼 反正已经损坏了 近千个借助重租单位 多着三百重租单位 也看不出来 罗峰心中嘀咕着 同时安安窃喜 三百借助重租尸体单位 真正购买 需要三百万会员单位 却就这么到手了 自己虽然需要耗费 不少世界之力 恢复金角巨兽 可是 那点能量消耗起来 加起来 也就几个会员单位 这三百借助重租单位 才是自己这一次 遭到袭击的最大收获 不过 不敢弄太多了 毕竟太多容易出破绽 也算是补偿吧 若非我有金角巨兽分身 这次恐怕真的就死掉了 这乌龙星雨的反应机制太差了 我都和龙雀王求救 却到现在 没有一个强制感到 罗锋站在宇宙星空中 什么事都不做 默默等待 和火焰不求神灵战斗 持续五十秒 自爆最强威力 持续不足零点零一秒 金角巨兽 回体内世界 大概零点一秒 随后 罗锋环顾周围 想到顺手载上一刀 弄到三百借助重租单位 将这些重租单位 真的弄进体内世界 耗费大概一秒 描述慢 真正进行 以罗锋这等强者意识反应速度 堪比智能光脑 瞬间速度达到上万公里每秒 当然是快速闪电 做完这一切 罗锋变一个受害者身份 默默在星空中等待 我可是受害者 罗锋暗自嘀咕着 各位听众朋友 本期播放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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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